但是民眾黨的這個發言人就嗆聲了 包括嗆我們在座的敬儀 那一些一直說柯文哲沒有聲量的人 反而一直在寄生柯文哲 就像那些靠著柯文哲前幕僚的抬頭 上遍各大節目接受採訪的人 才是寄生柯文哲 靠柯文哲來賺流量 靠柯文哲來賺錢的 所以這些前柯文哲的幕僚們 不要再寄生柯文哲了 來 上一服一直比這個敬儀 來 靖怡跟我們回應一下 這個民眾黨這個喊話了 誰說柯文哲沒聲量 柯文哲聲量很強 不然你們這些柯文哲前幕僚 為什麼要來講柯文哲 而且你看柯文哲最近動作這麼的多 還要談總統大選的德語師 你怎麼看這些狀況 本人在這個節目上有幾點聲明 首先本人國中的時候 那個生物考了七十八分 什麼是寄生 寄生就是說一個生物會附著在另外一個生物的體內 或者是表皮上 吸收他的養分得以生存 我來示範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 要這樣喔 所以本人沒有對柯文哲記聲啦喔 那你是反過來在罵罵你的人嗎 第二個我要請問一下柯文哲 陳志翰跟這個陳志涵 陳志涵涵跟這個 你就直接寫立法院黨團主任那一個啦 跟吳怡軒跟吳怡軒跟吳靖怡這三個人 依照剛剛我們所說的這個寄生的原則 誰才是寄生柯文哲得以生存的人呢 這個答案是不是就很明顯了 對嘛 所以這就佛印的故事 好險他不是說我是大便 不然他們都是啦 再來喔 我要講一個重點 我覺得黃國昌為什麼聽到這個民調 會哈哈虛心受教 你知道他之前喔 在那個封關民調後開票前 他也是聽到民調哈哈 你知道哈什麼 哈什麼 我好像聞到了一個勝利的味道 勝利的味道 他那時候我就好奇他到底是聞到什麼味道 我認為可能是聞到他背那個 上義夫氣球胯下的味道 結果一開出來 結果是賈老二啊 不是黨內那個民調有勝利的感覺嘛 所以他這一次看民調他就跟大家想說 啊那個參考參考就好 因為他有失敗經驗 哦 所以我認為他的身份這樣回答 我們國昌一定是對的 勝利的國昌 重點還有 另外的事情是這樣 關於民調 民調分析有非常多人的角度啦 像上義夫分析跟我絕對不一樣啊 因為我特別會分析柯文哲的部分 但是大家都知道黃國昌贏了 為什麼 為什麼 之前的這個政黨滿意度的民調 不是說是問這個立法院的表現 是問政黨的民調 柯文哲就代表民眾黨嘛 是25%都不到 但是我們國昌 怎麼了 人家是說我跟你講啦 民眾黨說CP值很高喔 是八格立委 沒有 唯一有表現只有我們國昌 我們國昌一個人 就撐出了34.2%的滿意度 哇 這不得了耶這樣講講 對 不然你告訴我其他委員 有表現過什麼 你印象深刻的 陳昭斯啊 好 蓋錯票 好 所以我說 所以我說 而且那王玉銘 他有幫國民黨去一起去卡啊 對 所以這就是我們民眾 勝利的自衛方式 我們還是贏了 我們靠黃國昌就贏了 所以我跟你講 不管外面的人在講 說他是這個什麼 什麼 黃昌白昌還是藍昌 只要是昌 都是好昌 所以黃國昌你看他 七天質詢二十場 比我們言之哥哥 七天上的節目還多 真的合不得了耶 你看密密滿滿耶 你怎麼知道他七天沒有上過二十個 上過二十個什麼 節目 不要歪路 對 好 總之喔 我是覺得啦 如果有民眾黨在針對說 啊什麼前科幕僚怎樣 我是覺得他們這樣子蠻可悲 因為感覺他們就在蹭我 他們在蹭你 對啊不然幹嘛一直提起前科幕僚 那我要說實話 真正前科幕僚你知道是誰 是柯玉安也不是我 我是柯黑 我有七成的滿意度 哈哈哈哈 如果依照民眾黨 對柯黑七成滿意度 對啊如果依照民眾黨的這種 民調的分析來講 欸我有七成的支持度咧 對不對 你看上一部都無話可說 所以我是建議這個 而且你覺得如果有一天 你不罵柯文哲了 柯文哲 可能會沒有聲量 無宣要發表意見也不知道怪誰 我覺得他們好辛苦 沒關係 所以我要講 最重要是什麼 我認為民眾有一個很大的 要注意的一件事 什麼事 喊話特別快 之前喊說 我跟誰沒有穿褲子 到現在 柯文哲這一題都還沒回答 對 那你現在又直接講說 柯文哲現在要總統 等級層級的這個助選 然後直接去這個賣療拼香掌補選 對 我跟你講如果沒有選好 你柯文哲又留掉第二條褲子 那你跟青年座談的時候 你要跟談什麼德語詩 我得到了賈老二 我失去了兩億美金嗎 不是這樣吧 所以我是認為民眾黨自己這個 文宣佈 或者是怎樣 有時候喊話 不要太快 反正會害到柯文哲 對